大家好,我是Emma 大家好,我是Emma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 可能家长少听一点的题目 就是Inferencing 究竟什么是Inferencing? 其实Inferencing 如果你在Google翻译里面 它可能会讲一些连结 一些牵连 那究竟我们如果在ABA训练 做到Inferencing 大概是什么呢? 我有少少的例子 可以给家长看到的 例如,可能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它有一些资讯 是没有画在图画上 不过我们是可以知道的 例如 其实它没有写出来 这个小朋友是病了 没有说这个小朋友是不舒服的 但是呢,凭着 一些比较sutile的 可能是因为小朋友 带着口罩 旁边有些细菌 你可以知道 它应该就是病了 那假设 如果一开始 就这样给这张照片 小朋友看 然后问他 这个小朋友是觉得怎么样呢? 那他凭着 可能观察到一些 比较微细的事物 一些照片里面的资讯 他会答到你 这个小朋友不舒服 他病了 好了,再难一点 可能我们就会问 你会觉得这个小朋友 觉得怎么样呢? 那是同样的 如果直接在这张照片里面 你看不到 它有一些想象的bubble 它没有 它也没有直接写出来 究竟小朋友是觉得怎么样? 而是透过 可能在图片上 他的表情 他的动作 可以告诉我们一些资讯 就是可能他会觉得 有点害怕 有点退避 有点关系 担忧 这样的情绪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 为什么我们会解读到呢? 为什么我们会解读到呢? 原因是因为 我们可能看到其他微小的位置 例如说 他的表情 觉得怎么样? 皱紧眉头 他的动作是怎么样? 你扭着嘴巴 有点退后的感觉 所以 其实Inferencing的重点 就是要让小朋友知道 原来 我们是看一些 除了图片 或者可能人的对话 或者可能看一些卡通片 上课的时候 很多东西不是直接去告诉你 不过 当你透过一些观察 微小一点的事物 透过可能看多些 整件宏观的时候 你会拿到一些资讯 是没有直接说给你 不过 我们潜意里面 大概知道 哦 原来就是这样 再给大家一个例子 可能就是 这幅图画 很明显 这幅图画里面 有一个地方 但是它是同样的 它没有写出来的地方 它也没有把整个电梯 展示出来的 它只是画了电梯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给你按上按下 那个流程的地方 如果小朋友 只是看这东西的时候 它能不能够 当你问它 你觉得这里是哪里 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这个是电梯 重点就是 它要看到一些细微位 它要懂得分析这一部分 究竟是平时生活上 在哪里会看到的地方 因为有些小朋友 可能它只可以搭到你的电梯 当它可能看到整张电梯的图片 是出来的时候 它才会搭到 但可能是偏方一些重点位 一些在融入了在整个图片里面的一个微小位的时候 它究竟能不能够把他们的焦点放在这里 那我们也要考量的了 那除了是一些可能是地方的里面 再深入一点的一些问题 例如 这个男孩究竟他其实在做什么的时候 你会看到 他的动作是按摄电梯 但他是不是单纯的 只是按摄电梯呢 不是的 你看看 有个女孩拿着重东西 两只手按不到电梯 走进来 如果再进来 他应该说 他应该是帮人按摄电梯 不要关门的 同样地 这些又是很多 我们说的 需要用到的技巧 如果小朋友 可能是形容的 是很literal的 我们说的 什么叫literal 就是很直接的 看到那样东西 例如他按摄电梯 就是说按摄电梯的了 他不能再去下一步 再想清楚 究竟 为什么他要按摄电梯呢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图片里面 有多一点的资讯 去告诉他 他是要帮人按摄电梯 让别人可以进去 他会帮人按摄电梯 所以 其实在Inferencing里面 我们也会看到 很多不同的阶段 是可以训练的了 家长了解 什么是Inferencing 来到重要的课题 就是 究竟如何可以帮小朋友 提升他们Inferencing的技巧 所以 涉及关于Inferencing的题目 或者一些类别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大堆 分别有地方 动作 一些常识题目的类别 以及关于他们的情绪 首先第一件事 地方 可以有什么去问呢 可能就是一开始 比较简单 用一些图卡 因为动作比较静止 也更方便 小朋友可能在这张图画的时候 可能是再看久一点 想深入一点 然后慢慢 问完 关于地方的类别 例如有些什么 看到这个地方的 其实 要找一些Inferencing的图片 也有一个考量 就是它的资讯 你未来想问的题目 假设我是想问地方 想问这里是哪里 不要把整个地方都画出来 很明显一看就知道 这里一定是家 这里一定是厕所 因为所有东西都在这里 这样你会练不到他们的Inferencing 因为他们是直接看到 他们不是因为看了少少部分的细微 然后会猜到 继续推断到究竟这是什么地方 所以这张图画 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它是能够 其实如果你细心看 你是能够说到 它是什么地方 但是它又不是很出位 将整个公园画出来 就这样看 你会看到有些攀腾架 有某类型的地方 是会有这些攀腾架 可能是在学校也可以 操场也可以 公园也可以 游乐场也可以 那你就这样就这样问他 你猜一下这里是什么地方 那小朋友 就是要用到我们 说的一些Inferencing技巧 他就会看到一些细微 然后就会回答到你 这里是地方 那当然这个是最理想 他一来到就立即回答到 纯粹是因为他接触不够多 所以少了这个练习 但是有部分的小朋友 他们是真的可能需要一些提示 才能够回答到 究竟这里是什么地方 他们才知道 究竟我要焦点在什么情况下 我才能够找到一些资讯 去回答这个问题 那怎么做法好呢 所以假设 家长又是了 拿这张照片出来 然后你就会问他 首先 除了你一开始 立即问他地方之后 你首先要引导 他们的注意力 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可能你就会问他 这些是什么 看不看得出 那可能你这样指着 引导他的话 他会告诉他 这些是一些烹腾架 然后你就会有 一些引导性问题 问他 你究竟在什么地方 会看到烹腾架 这些的 那可能小朋友 大田地上 需要有少少少的常识类别 又或者可能是一些 idea generation 能够可能是想到一些 的情况 一些思想 一些idea 他会回答你 通常在游乐场 会看到这些烹腾架 那你就会问 是的 那你现在可不可以 告诉我 这里是什么地方 他很自然就会说到 在游乐场 那你可以顺势 家长不要忘记 做多一步 再问他 为什么你知道 这里有可能会是公园 哦 因为你看到有烹腾架 公园有烹腾架 那就是一个很合乎 一个influencing的技巧 一个猜测 一个推理 知道究竟可以解读 一些图片 好了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另外我们的例子 我刚才也说到 除了 除了可能是地方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动作 究竟在做什么呢 那我们又可以找回 一些图片 类似这个 如果小朋友 可能有一类 ASD的小朋友 他看到这个动作 如果我们在说什么 很实际 他看到那样东西 直接就说那样东西 他猜度不到 推理不到 究竟人家在做什么呢 他就会告诉他 这个女孩 可能在那里拍手 在那里睡觉 因为看到一只阿合 可能在那里合一只手 因为这些是他们直接 读到的 information 但是如果你有 influencing的技巧 你大概就会知道 他当然不会对着 他对着的食物去睡觉 或者拍手 他可能是准备 可能是吃东西那一刻 嗯 好好吃 然后就想起快吃饭 所以这些情况下 又可以问小朋友 你觉得这个女孩 动作 我们要问动作 看了 是在做什么 或者是在想做什么 可能小朋友开始很聚 真的会告诉他 他在睡觉 看到他合了眼睛 那你就要 可能也是 要引导他 究竟他应该要专注 在什么的部分 那你就要看 你看看 这里是什么 很多食物 对 很多食物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应该准备做什么 我准备吃饭 那所以好了 这个女孩 她坐在食物面前 她打算准备做什么 对 她应该准备吃饭 会不会坐在食物面前 然后就准备在眼睛睡觉 不是 那这样 所以要用多一类型 这些引导式的问题 帮他第一件事 特显他们应该 在什么资讯上 然后再引导 跟这个人有什么关联呢 是否影响到你 推断他 究竟想着做什么呢 那当然 不只是一张图画 只可以问 同一类型的问题 好像刚才 有问过地方 这里 其实也可以问地方 他也是一张很好的 影响的图片 因为他没有整个饭厅 都画出来 他只是画了一张桌 或者一张桌 但是小孩要解读到 一些正确的资讯 他要看到 有一些饭桌 大概在饭桌 大概在饭桌上吃东西 你大概就想到 究竟在什么情况下 会吃东西 可能坐餐厅可以的 可以坐在家的饭桌 可以的 可以的 所以他们就要解读 一些正确的情况 同一张照片 是可以问几类的问题 你可以问地方 也可以问一些动作 未来要做些什么呢 那好了 又再看回 下一类型 下一类型就是 关于一些常识的类别 可能就是关于一些 季节 一些可能是一些 节兴 可能有很多圣诞树 在后面 然后那个女孩很开心 在拍照 你问他 现在你觉得是什么 的节日 他根据看到很多圣诞树 他大概就会答到你 我现在应该是圣诞节 这样 又或者有一些 可能是常识类的 关于一些的职业上面 你看到别人的衣着 你看到别人的衣着 你大概可以猜到 究竟他是什么职业 这张图画 特别好的情况 就是 如果你就这样看 这个衣着 你可以猜他是医生 因为其实他也是有医生的装备 但是小朋友 就是正正要看得够了 还有动物在他面前 很少有医生对着动物 应该就是兽医 所以你就会问他的时候 你就要看看 究竟他看得够不够细微 有没有分析了整张照片的 information 去回答你的问题 去推断一些资讯 同样地 如果说一来答错了 可能就这样说 他是医生 因为他很焦点于他们的衣着 没有看到其他细微的位置 那你就可能 又要用一些引导性的问题 首先自尊 这些是什么 动物 然后又不会直接跟他说 医生是不是会帮动物看病 可能略然太主导 可能我们就会找 这里有动物 有什么人会帮动物 可能是跟动物工作的 或者跟动物相处的 可能会答到 可能动物病了 那就要找兽医 好了 那你再看看 普通医生和动物 他们的连结是什么 可能他就会答到 他是兽医 提到我在这里说一说 就是做引导性的时候 有些东西要留意 就是千万不要直接 说了答案给小朋友 例如 情况是什么 你问小朋友 你猜一下他们是什么职业 他答了你 他是医生 你立刻就说 不是啦 他们是兽医 你会感觉到 如果你直接说了答案给他们 他们就没有了 缺乏了中间的思考 过程 为什么你知道是兽医 为什么当初我会以为是医生的呢 他们很难会自己自发性去问 去疑问 为什么我和你读取的方式不同呢 但是他们就会死背了你的答案 他们就会以后看到这个样子 就会说我是兽医 但是他不理解中间的过程 为什么你会得出这个资讯 为什么我那个不够全面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提示 是要用很多的引导性 因为我们告诉他们 我们思考的过程 我们的思路是怎么样 我们是看到 装束系大过是医生的 不过再看一些有动物 不只是医生那么简单 会看到这样 那就会更加理想的一个训练方式 好了 到最后 除了是一类常识的 之外 就会在一些情绪 情感方面 也是再难一点 因为对于ASD的小朋友 他们理解可能情绪 为什么人家会觉得这样 的确可能是有点困难 我们会找到一些图卡 重点就是 小朋友的样子的情绪 要表现得特出一点 如果太濕图 太暗示式的话 可能小朋友解读不了 类似这样 可能你就会有一些图片 然后就问他 你觉得这个男生 首先可能 如果他一开始 未必解读完所有东西 首先他要看到衣着上面 有什么不同 可能又会用一些印度式 问他 这个男生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 可能他会说出 人家穿得很漂亮 你看这个穿得很残疚 然后就要问他 你猜他觉得怎么样 他在想什么呢 这些也是一些影响性 我们要透过 看到这幅图画 发生什么事 而去推断到 究竟人家会觉得怎么样 为什么人家会觉得怎么样 人家的内心 内在里面 在想什么 其实都可以透过这里 这么多的资讯 可以得知 小朋友可能会知道 因为 你看看他的衣服 很残疚 人家穿得很漂亮 可能他就会想到 为什么我这件衣服 这么糟糕 为什么我这么不漂亮 然后进而就会推断到 可能他就会觉得 很不开心 很失望 另外还有一些 例如 可能是这幅图片的类型 的确小朋友要看的资讯 要很多 第一件事 他要看到 人家这两个都举手了 为什么要举手呢 第一件事 可能要引导性 问他究竟不能读到 为什么这两个同学要举手呢 可能小朋友要看到 他们是在做功课 可能是在做一些习作 在学校什么情况下 做习作之后 你会举手的 那就应该你完成了 对了 你完成了举手 告诉老师 我完成了 所以同学就会答到 可能大概会在学校里面 他们的情况在做什么 就是举手 告诉老师 他完成了功课 然后要看中间的同学的分别 他跟别人的分别是什么 别人举手 说完成了 他还在做 看看 他样子有点迷惘 担忧 然后你才可以再进一步 再问到他的情绪 就是为什么他会觉得这么担忧 这么担忧 或者这么紧张 因为他看到别人做完 他还没做完 再进一步 就是一些内在思想 他会想什么 他一定会觉得很大压力 很紧张 很怕老师说他 你会看到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张这样的照片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很多的资讯 但是说的是 我们要很观察细微 我们有很多的常识 要应用得到 这张照片 我们要知道我平时上学的时候 做完就会举手 所以应用到这里 他们大致是完成的功课 就会举手 尽而此类 所以 一开始的时候 也会建议家长 用很多这一类型 影响的一些图卡 然后可以帮到小朋友 可以更加读取更多的资讯 能够用到那些资讯 去推断到有一些总结 知道整件事是发生了什么 当他们图卡 可能理解的能力去到差不多了 慢慢就会去到我们日常的对话里面 好像刚才说的一些例子 甚至可能是一些卡通 又或者可能是日常预见的一些事情 立刻这样问回去 那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训练的基础 看完刚才我们的训练的一个过程 或者可能是一个阶段里面 大致上会了解到 小朋友有需要什么的技巧 或者能力 需要什么基础的技巧 或者能力 才能够令他们更加容易 去掌握Inferencing的技巧 那第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的语言能力 你基本上是能够说得出 一些很多的名词 一些的动词 大概可以说到地方都要知道 能不能够理解更多不同类型的问题 所以语言上的理解能力 去说出来的能力 都需要有打好基础 才能够再进一步做到 这一类型的Inferencing的问题 第二类型 就是要它有基本上 一些常识的要求 例如知道一些的节日 一些的气温 冬天的时候 会穿什么的衣服 可能有常生活里面 我们有什么动作去代表 诸如此类的 那第三件事 当然 就是它们的专注能力 都要有差不多的 原因是因为 因为当你看一张图画的时候 你需要持续专注去 可能是探索 做一堆数据 大概知道 图片上有什么 但有部分的小朋友 他们的专注力 一般的 可能看到一下 他就立刻看去其他地方 或者未能够有 这个数据的能力 去看完整幅图画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 对于你来说 很有难度 因为你每一次 就要不停地指着它们看 但你指着它当中的过程 其实给了很大的提示 说看这里 看这里 看这里 很难就会应用 在一个自然里面 做Inferencing 看图片的情况 所以如果家长 可能在训练Inferencing的途中 会发觉它很卡 有些事情可能做不到 要需要很多额外的帮助的时候 首先要建议 就要看回 他们的常识类别 语言的能力 他们的专注力 的情况 能不能够足以 让他们再应付一些 比较进阶 好像Inferencing之类的训练 看了这么久 当然家长也很好奇 究竟这类型的Inferencing 图片 究竟如何找到的 刚才我用了很多很好的例子 可以给大家一个例子 我在Google搜寻 Frumira 是日本的一个作家 其实它创作出来 不是让你做Inferencing的训练 它纯粹是有很多素材 或者是画画的素材 你可以点进自己的专页里面 可以去下载 其实它是画了很多 例如在医院里面 日常生活在做什么 因为它是一些网页上的素材 所以是一些编程的关系 它不能够把整件事画出来 正正就好好地给我们做一些训练了 我画不出来 但当中总会画了一些小微 或者突出那件事 它能不能够解读到呢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家长可以参考 亦都可以尝试在网上 找多一些图片的素材 又或者可能是简单 Pinterest的一些图片 其实都可以用来做训练 但如果你问我刚才那类型 我给大家看的一些例子 那我就是在这个网站里面 大家家长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自己在上面下载 再刷出来给小孩做训练 下次我可能会再讲多些不同 APA里面的一些训练方向 以及一些训练方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